大家好,我是阿樂 近期菜貨短缺,相信大家都很煩惱怎樣令菜保持久一點 今次要煮的肉醬可以保持一段時間,又方便翻熱 不失為一個大飯的好選擇,肉醬意粉的材料有 甘筍一條,洋蔥一個,西芹一條,蒜頭兩粒,茄膏35g,紅酒100ml,雞湯200ml,免治豬肉和免治牛肉各150g 另外還有PARMESAN CHEESE和ROSEMARY 我們先處理蔬菜的部分 甘筍先刨皮,然後切頭切尾再切細粒 切好後放在一邊備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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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蔥開半去皮,然後切小粒 蒜頭去皮切碎 切完之後就可以開始煮了 準備一隻鍋開中火,下橄欖油 當油溫夠熱就可以倒些肉碎炒 記得要加鹽和一招調味 炒肉碎的步驟大概5-10分鐘 這個步驟最重要是把肉碎多餘的水分煮走 令肉味濃縮 但同時也不能炒得太乾 炒至表面有點焦香就可以了 炒好後把肉碎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我們用同一隻鍋 再加上橄欖油 開中火,將洋蔥、甘筍、西芹和蒜頭 倒進去炒 記得要加鹽和黑椒調味 再加上蘑菇,慢慢炒大概10-15分鐘 煮到菜軟身就可以轉大火加紅酒 煮到酒精都揮發了 煮到酒精都揮發了 就可以加蟹膏 加蟹膏 當蟹膏炒到開始有些黏底 就可以加雞湯和水 然後再加上剛剛炒好的肉碎 水滾之後就轉小火 煮大概30-45分鐘 煮好之後就可以開始煮意粉了 我們準備一鍋鹽水 水滾之後就加意粉 我這裡就會煮6分鐘 如果煮其他意粉的 就要看包裝再減2分鐘就可以了 煮意粉的同時我們就準備一隻鍋 我們用少少的意粉水去煮開肉醬 煮好之後就可以倒在一起煮 大概煮1-2分鐘 等意粉可以吸收到肉醬的味道 煮好之後我們就準備一隻碟 把意粉捲成一個球 放在碟中間 再把肉醬淋在意粉上面 再刨到芝士碎上 這樣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、讚好和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不順 Ghosted 我們下條影片 訂閱 按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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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